好的 谢谢吴教授分析 央视知名主持人瑞成刚被带走调查已经有两个月 对瑞成刚所涉及的案情和罪名 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对外公开 就在月前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以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发帖称 瑞成刚涉及间谍案 案情超乎想象的严重 可能面临死刑 9月8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当天 微博实名认证为 社科院副研究员 中东军事反恐问题专家的王国湘 在微博上发了一张附有瑞成刚照片的帖子 帖子中写道 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 深陷淋雨的人做何感想 可能面临死刑的瑞代表 你搞那么多钱还当特务 脑子坏掉了吧 王国湘的这条消息发布后 很快获得数千网友的回复和转发 瑞成刚涉及到间谍罪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央视 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共宣传系统的大丑问 因为瑞成刚呢 他是作为这个党投舌的 所谓爱国的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 这个名声在外的 结果呢被曝光出来 实际上他就是干着叛国卖国勾当 37岁的瑞成刚是安徽合飞人 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国际经贸系 2003年起在央视任职 瑞成刚一方面以英语流利 年轻的形象受追捧 一方面以高调爱国的姿态 在多个国际场合上替中共发声 获得中共的吹捧 2011年9月 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乘坐经济舱参加会议 瑞成刚在主持时 对洛家辉进行一番调侃 被外界称为爱国贼 瑞成刚他卷入到间谍案里面 可以说是对中共这个洗脑体制的 一个最生动的一种诠释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的洗脑体制下 一个人他会被扭曲到怎样的程度 就是爱国和这个叛国 是两个极端的这样一种表现 却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 今年7月11号 瑞成刚被检察院直接从央视带走 当局并没有透露带走他的原因 但据内部人士透露 是涉嫌央视腐败案 令人蹊跷的是 这次间谍案消息发布后 在新浪微博这个敏感地带 如此敏感的信息却没有遭到删除 现在都能看到习近平的江派的 在宣传系统的这个话语圈的争夺 非常的激烈 习近平要从这个刘云山的手里 要收回话语圈控制圈的话 如果公布像瑞成刚这样的罪行 会是非常有利的武器的 因为在宣传系统 在刘云山的这个直接的监管之下 居然爆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丑闻 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案子 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 微博的爆料很有可能是 类似于放风测试了 不过王国湘在与网友的互动中表示 中共当局可能会因为怕丢人 最后以反腐的名义了解锐成刚间谍案